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,得安东尼中的安东尼,经过漫长的等待。 火艺们终于等来了他们巧手一派的钱瓜安东尼,虽然现在的钱瓜可能已不复当年有,卧神甚至已经泼下了钱瓜要打替补的冷水,可上赛气息绝最后两场,跟没人回头蓝室的火箭,要的就是钱瓜这种有大心脏的巨星,哪怕只是个过气的巨星。 有意思的是,因为钱瓜壮硕的臀大击,被网友跟哈登、保罗、戈登和坦克一起并称为死亡武臀,在这个充满碰撞和对抗的联盟里,若见现在即或许将得到屁股大了好办事的庇佑。 他们在小范围内的身体对抗中将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,之前勇士亲下考献次之后,中库里、汤神、格林和杜兰特一起组成死亡武具,而现在即想要打破死亡武具对联盟的垄断。 火箭的死亡武具,将是一股最重要的力量,只要安登套组合,别在关键时刻受伤,他们完全具备和海啸组合一较高下的能力。 除了现在比较出名的死亡武具和死亡武具,其实还有个死亡武残和死亡武具比较薄人眼球,所谓死亡武残,就是五个破日十里邓太爱受伤的球员,凑成这套组合的是芝加哥公牛。 他们在夏天签下帕克之后,再加上拉文、洛佩斯、马尔卡宁和邓恩,妥妥一套死亡武残。 上赛季帕克和拉文都是经历了漫长恢复期之后,下半赛季才宣告付出,马尔卡宁和洛佩斯都打了不得七十场比赛,邓恩只打了不到六十场,直到现在还在养伤阶段,这套阵容只要不受伤,就肯定能有所作为。 可关键还得看他们的健康,能保持到什么时候,死亡无久,就是张皇领邪的忽忍。 当年张皇哭泣的表情,已经成为联盟里的经典。 麦奇和士蒂文森,都入选获联盟表情五大九。 龙独和比斯利也因为曾经场内外的种种夸张的举动,被球迷奉为行走的表情包。 这套阵容除了张皇看似身价偏低,可实力还是有的,只是一直没得到联盟认可。 再加上丰富的年轻球员储备,完全有能力成为三联盟呼风唤雨的五大之一。 现在随着火箭死亡武唤正式上线,再加上死亡武警和死亡武残,您觉得谁最有可能挑战死亡武剧的王权呢? 瞧吧!